國家或是社會去批評或者是剝奪某些人的權益的這個狀況底下 就是我在想可能在座大部分的人都會同意說 如果我們用同志也很忠誠也能守真這樣子的理由來作為同志可以進入婚姻 是一件就是大家會覺得說這樣子的論述是有問題的 可是好像在多人成家運動中卻覺得我們講說同志都很有愛 或是同志都能夠彼此照顧或是都能夠把自己照顧得很好 或者是這一個家庭多麼的美好他們如何把自己處理得很好 來作為法案應該要通過的領據的時候 他好像就會大家好像就覺得是沒有什麼問題 主要說的是每個人其實都會尋求就是配偶或是法定或是非法定上的家人 或是朋友啊貓貓狗狗或是社團社群的支持 但是如果說有人認為要把某一些特定的關係法制化 然後才能成為個人跟國家之間的中介跟緩衝 然後去避免國家暴力直接升進來 可是在華光社區的案例我們其實可以看到說 他其實讓國家更容易把那個責任就是推卸到家 就是家庭或者是不管那個家庭是現在的異性戀的單偶家庭 還是多元成家的家庭 這個事情都沒有改變 那就是我覺得像這樣一種就是用愛或是照顧或是承諾這些特定關係來就是作為享有國家提供的好處的這個籌碼吧 然後他其實就是強化了國家和社會如何斷定合格跟不合格的關係 然後決定如何分配社會資源的那個權利 所以就是我從參與華光的抗爭經驗還有對各個就是邊緣主體的理解 我會覺得面對家人應該要彼此照顧 然後唯一理由剝奪了某些權益或者是認為不配享有某些利益 在感受到這樣子的壓迫的時候 我看到多元成家運動在講說愛是家的基礎 然後也同樣說著家人應該要彼此照顧 這樣子的運動話語的時候 甚至不只是運動話語 包括體現在伴侶制度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伴侶制度它其實是把從現在有眾多開放的多樣的複雜的共生的組合中 它劃定出一種一對一的然後必須視彼此為生命中最重要他人 然後也就因此要成為互相為日常生活的代理人 這樣子的一種關係被界定為了法定的伴侶 那這些東西我覺得它就是這樣子的壓迫是疊合的 也就是剛剛網民像網民講的那個婚姻家庭意識形態 它根本沒有被挑戰 就是同樣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這個對位的關係 就是有一些人說著因為他們做到了什麼 所以他們應該想要這個權利 然後國家就對著華光的軍體說 因為你們沒有做到某些事情 所以那個處境不是我比較緊張的 或者是自己要先面對的 對然後我不是在說華光的支持者就應該要支持回家匪婚 那我在這裡想談的比較不是替我被辯護 而是說我們到底要怎麼從自身的位置跟經驗去設想 那個關於家的運動 然後回到一個更具體的需求去結盟 就會想到像如果大家有看到現在有原住民學生就是支持婚姻平均連署 他的那個聲明 他其實提出了非常多的原住民傳統 或者幫茶族或是各種不一樣的家庭的想像 然後我覺得最詭異的就是說 其實現在多元成家法案完全沒有鼓勵或是幫助到這樣子的 他們提出來的某一些家庭其實 可是他卻變成了這樣的連署 而且他連署支持的甚至不是多元成家法案是婚姻平權 然後我就覺得很唯一就是 還有包括現在很多人開始浮現了各式各樣的抑制的生活關係 然後那些關係其實也都沒有辦法在現在的法案中被保障 或者是那個壟斷的權益 包括醫療的權益或是遂程權利 都沒有辦法在這些關係上落實 可是他們都自動很快自動就變成了某種挺多元成家的案例 所以我就覺得說我們其實應該要回到這些具體的位置去想說 我們到底除了這個多元成家的修法之外 還能夠提出哪些就是有無數種 就是我寫的那個XXX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到底在座的每一個人或是我們看到的各式各樣的案例 怎麼去發展出各種也不一定要是回廢 而是回到不同的位置然後不同的經驗去出發的那個 就不會只是一個多元成家或者是顧家房 或者也只是回廢這樣子的一個位置 謝謝 我們今天卡斯波陣容堅強了 除了台上七位以外我們還有兩位回應人 而且我們也沒有安排 但是兩位回應人都坐在很有趣的位置上 我覺得今天就讓他們在他們的位置上去發言 我們第一位的回應人是靖茹 我覺得我中場應該吃點點心什麼的 然後後來要回應人 不是 因為大家講得這麼精采 然後我現在要的回應其實 應該先說我其實在那個家庭這個議題 或性別這個議題要去講點什麼 包括甚至在勞工運動上要講點什麼 都會有一點緊張 更沒有講現在要把他神功掛在一起講 不過我就是一個粗糙的論述 然後至於有沒有回應到各位這麼比較細緻 而且精準的講話 好 那就看大家自己流去人線好了 那我要講的是說其實 其實只有一句話要講 就是家庭議題對我來說 或是婚家議題對我來說 絕對不是一個就是婚家議題罷了 因為我們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面講它 所以支持同志跟支持同志婚姻 我覺得這兩件事其實像剛剛大家講的 沒有把它講得更清楚 你支持同志你一定支持同志婚姻嗎 或是你支持同志婚姻你就支持同志嗎 我覺得這個其實越來越沒辦法有空間講清楚 特別來非常優秀的附加謀 出來搞那麼多網羅之後 那這個聲音其實就變成鑽石關的閃亮亮霸 那我要講的是說有一個東西應該要做個比方 就是那個界線問題 就是這個界線在資本主義裡面是很清楚的 從剛剛講的個人在性別上的跨界 或是在家庭你要怎麼樣把家庭這個界線打破 或者是國家的這些界線 就是流動問題怎麼做 或者是國際間的界線要怎麼搞 其實都蠻清楚的 我想舉一個例子來比例 現在婚家要討論好了 就是在WTO的討論下有一個叫做自然能流動模式 自然能流動模式呢 講的比較簡單一點就是 有所謂南方國家跟北方國家嘛 就是第一世界國家跟第三世界國家 第一世界國家呢就出來爭取說 我們要有一個GAT visa 就是GATT visa 就是我的CEO們 我的這些企業界的領導人們 可以到哪裡去是方便的去的這種visa 那南方國家也就出來了啊 南方國家就說 我的廉價的動力也要有這種GAT visa 因為我要送到哪裡去 我就容易的送到哪裡去 所以在這個討論裡面 他們都在爭取平權 是國家政府要求一個輸出資本 跟輸出勞動力的平權 那這個平權 其實一個論調上 共同支持的是資本主義繼續的發展 那我覺得在這個脈絡下 看資本主義裡面的同婚 或者說婚姻制度的要跟不要 其實那個宗教派 宗教系列的 就是鑽石系列的 跟那個同志平權系列的 一曲同工的 來講說我們這個家庭 其實是要長得這樣的 就像剛剛講一讀通過的那個 就是我其實換了性別而已 其實他可以換更多啦 我覺得他有點笨 就是把那兩性 他可以所有性都放進去都OK的 只要那個結構架構 一樣的放在那個位置上 對於管理跟治理方便的話 其實這條路是都一樣的 就像第一世界政府 跟第三世界政府要求的那個訴求 看起來很平等 可是事實上他支持的是一個 資本主義的架構繼續維持 那這個是我想講的第一個部分 那再來呢就是還要回應 其實我的東西好不性別喔 真糟糕 好就是呢 我想講的是說 在看剛剛講是 資本局一下的生產跟再生產 譬如說最近在講 我們一直在講 血案長照的那個事情 大家有看到那個很美麗的布條嗎 跟總統府的那個畫面 很漂亮喔 大家直接看喔 就是那個血案長照問題 其實基本上就在處理 一大部分的家務勞動問題 就是我們這些老人 還有失智者、失能者 如何被家庭繼續承擔起來 很多的人其實在國家沒有介入 資本家放就是放你 就是你自己 我把你用完 你的青春光什麼 美妙的青春時間被我用完之後 那你其他就是你自己處理 在這樣的狀況下 家庭這個單位 不論你是多元成家 或是兩人成家 或是異性成家 或是貓狗成家 或是圈圈插插成家 只要這個單位的存在 其實很大部分負擔了這樣的責任 那長照問題就要討論這個 對 所以長照問題在被討論的時候 有很多其實女性主義團體 女性主義團體就說 好 那我們來開放吧 就是說他可能可以有選擇 欸這個長照問題大家 不曉得他熟不熟 總之呢就是我們的要求是 國家應該來承擔這個責任 就是老弱 或者是失智失能的人的責任 應該要承擔起來 也就是反過來講呢 這些原本在私領域處理的東西 應該要社會化出來 但是有一些團體就會講說 好我們其實也不用社會化 但是無償的勞動變成有償的勞動 這是一個讓這些在家內承擔的 不論是誰 不論是任何人 可以被看到的一個 就是你的勞動力有償了這樣 那這個過程裡面就有一個討論 也是跟剛剛那個選擇權有關 就是你怎麼選擇 有人說呢婚不婚 你如果就像剛剛王浩中講的嗎 你先有權利結婚了之後 你再選擇不婚嘛 也就是說呢 你先有權利選擇了 我要國家付給我一些 家務勞動的現金之後 那你再選擇你要不要拿那個現金 你自己要不要把那個家務 就是社會化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討論也是一樣 跟婚家有點像 怎麼像呢 把個人跟運動都搞混了 把制度跟個人的選擇也搞混了 也另一方面的 在資本主義下的選擇權 也沒有講得很清楚 怎麼說呢 舉一個例子講說 像現在我們講家務要去 要去安置一個老人或失智者 或失能者的時候 你會去看那個養護機構長什麼樣 大家第一個條件是看它是不是夠便宜 我是不是負擔得起 第二個條件是說 這照顧者是不是好 就是是不是能夠完整的符合 這個老人家或失能者的需求 是不是貼心 但是從來沒有把一個條件 叫做這裡面的照顧者 這些勞動者的狀態 含在一起 譬如說我們會說國光客業很糟 好我們會說什麼台鐵服務很糟 可是沒有人會去做一個東西好 他是這個勞動者長什麼樣 我們會說他的服務 就是消費者的選擇 這種意向在資本主義的邏輯面